您好 欢迎收看6月19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以推动离义父母共亲职观念的花联儿家协会 在县长徐政卫的支持之下 19号正式成立了华人共亲职中心 将作为全台湾第一家离义家庭专业服务的地方 以推动离义父母共亲职观念的花联儿少协会 在花联县长徐政卫的支持之下 19号正式成立华人共亲职中心 将作为台湾第一家离义家庭专业服务的地方 花联县儿童及家庭关怀协会成立之初 是以从事婚姻冲突 涉及家暴的辅导处第三者的一款工作 几年前开始接触来自香港的离义家庭共亲职观念之后 积极在台湾推动 理事长华人之表示这是一个针对离义家庭专业处理中心 在离婚前中后建立以孩子为核心的照顾专业服务 新来学者表示他担任立业的时候 就全力支持儿家协会推动相关服务 特别是离义家庭共亲职的专业服务 更依照妇女有关社团宣扬推广提供离义家庭全人以及整合服务 我们的孩子都受到最早的照顾 而在父母问题的时候 让他们的心理是健康的 正式灵异的这个问题 而不是成为院偶 或者是什么都放掉 什么都不理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会接而连散的产生 这些你不理他 不念对他 其实他的问题会越来越大 而花园线的果文 意思是在宣导家是一个社会的核心 家要好我们的孩子才能身心灵健康 但是如果家真的没有办法经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样让他善善的让他做下去 好好的让下一代能够身心灵健康 乃至于两个家族都能够很健康的接受我们这一切时期 也因意而生我们这一段时间的通过儿家协会来做 无论是两岸到广州的论坛 或者是到新加坡到日本的交流 我真的觉得我们儿家协会 少少的人小小的办公室 可是他却带领了东华民国在做这一件事情 对不对 也用他的力量到司法院去 到内政部部政司到我们的新口司去做分享 所以我真的是看到我们儿家协会 我真的要给他们全力的提神鼓励 儿家协会表示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离家庭资源中心 11年来在花园地区推行家室相关服务 在现有实物经验的累积当中 并且探索海外机构的实物经验 运用发展的优势以及专长 还能供亲子中心提供创新以及整合的服务 包括离异相关个别咨询 亲子协调 离异亲子抒压团体 加薪饼干儿童 父母团体 子女会面促进以及交付 初级预防宣导 以及专门的服务协助高冲突领域的家庭 建立双方沟通管道 降低冲突 建立以着孩子们为核心的照顾计划 共分亲子共享亲子 希望可以高充足家庭 更完善的专业服务 记得终于解决的读到